第2011章 破阵 那不过是另一种修炼体系罢了 天使这个名字 你们可曾听说过 听到徐扬这么一说 几个人面面相去 似乎比之前脑子里充斥着更多的问号 天使不应该是在几十万年前 就已经销声匿迹的生命体吗 传说 那是整个主大陆无数万年 孕育出来的最为完美的生命形态 徐扬笑着点了点头 我的体内流淌着最为完美的天使之血 这个消息对于他们几个人来说 绝对是识破天经的 徐扬也是第一次在鼓舞神道的领域内 向别人透露出自己天使的身份 而这几个人万般震惊之下 更加不清楚的是 徐扬不光只有天使的身份 他还是所有亿万天使当中 绝无仅有的天使之神 一个能够统治整个天使文明的至高信仰 如果是真的将徐扬曾经的辉煌历史意义到来 恐怕眼前这几个舞者三观都要被颠覆 徐扬并不想要做那样的事情 因为强行给这些已经达到 五神级别的舞者灌输大陆其他修炼体系和传承 他们以后的修炼没什么好处 更何况徐扬这样实力和境界的存在 根本不需要这样低端的方式来刷存在感了 崇拜他的人早已经数不胜数 砰的一声巨响发出 整个封印阵法最外围的那一道光环 在某一个时间点悄然崩碎 这也意味着那崩溃的一点吞噬的全部五道精华 便是徐扬所要寻求的那个最终极限数值 成功了 徐扬阁下 接下来我们要怎样做 将你们三个人刚才这一部分记忆 以精神力的形式传递给我 然后所有人立刻离开这公司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就可以了 现如今 他们这些长云天宗的强大舞者们 已经和徐扬算是共患难的战友了 他们也对徐扬的实力充满了自信 毫不犹豫的便离开了宫殿内部 吸收了三人一部分精神烙印后的徐扬 得到了他最渴望得到的那个灵界数据 也终于在这一刻将阵法当中的三道标记撤销 你需要坚持十秒钟 不管这期间你遭受到多么强大的攻击 承受着多么难以想象的痛苦 你都不能调动你体内的力量 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武道气息都不可以出现 否则我在动用自己的弓法力量 强行斩碎这封印法阵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力量波及到你的体内 会对你的修为根基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 越是接近破除法阵的灵界值 你所受到的反阵效果便会越轻 弄懂了徐扬真正的目的之后 红衣少女变得格外老实 连连对着徐扬点头 阁下尽管放心 不管怎样的后果我都会承担 再不做更多的犹豫 因为徐扬已经看到那三个之前 被自己套入了一波的活体阵眼 已经彻底暴露了 强大的上古异兽图腾 在这三道阵眼的体内 释放出了无比强悍的力量本源 从红衣少女的角度来看 这三股强悍的兽足气息 从阵法的三个方向同时 轰击向自身本体 第一个回合 女子遭受到的冲击 还不是太过强悍 凭借她的肉身防御力 就可以挡下来 可是第二波正在酝酿的攻击 恐怕就远远没有 那么简单了 因为现在这三个活体阵眼 已经默认为 受到了外部入侵者的攻击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毁灭阵法封印的红衣女子 此时的徐扬 就是在拿红衣女子的生命做赌注 当然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可以决定这场赌局最终的结果 这一刹那间 徐扬双手当中 一道无比璀璨的剑芒 迅速凝聚而成 对准眼前的阵法和核心 一箭皮下 记住我的话 千万不要动用力量来抵抗 一定要相信 我可以把你救出来 不知为何当红衣女子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 内心当真平静到了极致 甚至于他自己都不清楚 自己为何要相信这样一个素媚平生的男人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相信对方 便听轰隆一声巨响 传书 整个法阵瞬间被徐扬一箭之威 斩成了粉碎 而就在这股多余的力量 波及向红衣女子之前 徐扬已经将他的本体抱起来 逃出了这座宫殿 就在他两个人刚刚脱离宫殿的同一瞬间 背后这座宫殿 在那股强大的力量震慑之下 轰然坍塌 随之一病爆炸的 还有那三个活体阵眼的图腾 危险已经解除了 这位姑娘 你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姿势呢 徐扬属实有些尴尬 她就这样站在攻击人的面前 不知何时 她已经松开了 自己拖着红衣女子的双臂 可是对方的双臂 却始终勾在徐扬的脖子上 连带着她的身体和双腿 还蜷缩在徐扬的怀抱里 师姐 蓝铃 故作生气的样子 轻轻对了对红衣女子的手臂 表面看 是想化解这一瞬间的尴尬 可实际上她并不清楚 自己的醋坛子 已经被打翻了 只有旁观的南宫和玄光 看得清清楚楚 玄光一个劲的双手 何时唱诵这个阿弥陀佛 用这样的方式 化解这眼前的尴尬 唯独南宫一个人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徐扬如此优秀 同时驾驭这两个 围着她转的女儿 尼玛 这年头真的是汗得汗死 唠得唠死 简单修整了一下 徐扬再一次释放出 自己强大的精神力 很快便感知到 周围愈发躁动的气息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应当尽快渗入 不然的话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敌人出现 红衣女子突然干咳了两声 也不知道她是真的身体不舒服 还是故意装出来的 总而言之 她很快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想要徐扬背着她前进 徐扬无奈 先是抓住了她的手腕 偷偷测试了一下她的脉搏 果然发现有虚弱的迹象 因此只能满足了对方的要求 将她背在了自己的身后 带着其他几个队友 迅速消失在了一片火 海的宫殿尽头 报 启禀祭司大人 外宫殿的封印阵法 已经被破解 那个女人 已经被徐扬他们就出来了 算上这个人的话 徐扬已经先后救出了 长云天宗的三个人质 接下来 我们要怎么办 坐在皇帝宝座上的祭司 一点都没有慌张 反而脸上露出了一丝满足的笑容 不着急 我们的猎物已经开始上钩 只是现在 还不是收网的时候 先给他们一点甜头 尝尝 胜利最终还是属于我们的 第2012章 算卦老道 毕竟是帝国皇宫 这里的内部空间面积相当的大 就算徐扬过程当中 始终在向周围 释放出自己强大的精神力 不停地搜寻 隐藏在黑暗当中的道路 仍旧差点迷失在这里 更重要的是 徐扬很快发现 这皇宫内部 原本所有的守卫序列 都已经被那些暗室里门徒 强行更改 上一次 徐扬带着龙昆和清雅 进入到帝国皇宫的时候 徐扬已经悄无声息地 通过自己的精神力 将整个皇宫的区域位置 全都镌刻在了脑海当中 以及这里曾经拥有的 守卫团体的布置 现如今和之前徐扬记忆当中 烙印下的一切内容 全部发生了冲突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那个冒牌贾皇帝 离开皇宫 前往帝国前线之后 整个帝国皇宫内部的大小事物 全都由祭祀大人一个人来 全部打乱原有的秩序 也是祭祀的意思 说到底 他弄了这么大的工程 就是为了尽可能 给徐扬制造更多的麻烦 显然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要是换作之前 徐扬会毫不犹豫地 动用自己无上功法力量 直接将这个帝国皇宫 移为平地 所有的麻烦就都解决了 可是现在他有了太多的顾虑 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快刀斩万马 因为这些暗示力门徒 以及幕后掌控着他们的祭祀 运用的手段 超出了徐扬对他们价值底线的评估 这些人根本就是不择手段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他们甚至会毫不犹豫地 葬送整个帝都数百万民众 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 徐扬必须要放慢自己的节奏 不然就算 最终能够将这些人全部连锅端掉 恐怕也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他是真的不想 让那些无辜的人 被莫名其妙地卷入这场战火之中 此刻徐扬正 背着红衣女子带着男公 玄光 以及蓝铃三人 朝着皇宫这条更长的幽静镜头 不断前进 徐扬的精神力何等强大 往往能够提前预判到 周围靠近像这边的暗示力 门徒的行动 及时调整移动的方向 为团队几人减轻了不小压力 不知不觉间 几人已经来到了这条 通往皇宫后院的主干道的镜头 只是前方一处黑暗的角落里 突然传出了一股十分强大的舞蹈气息 引起了徐扬几人的格外关注 走一走看一看 半仙算命 一切随缘 前面几位施主 不妨叫老夫给你们看看面相 测一测 运势如何 突然间 一个老道的声音 从那黑暗的角落里传了出来 徐扬轻轻抬了抬手 一道微醺的火光缓缓升起 为身边几人点亮了这条路尽头的视野 果真看到了一个披着道袍 先锋道骨的老家伙 正翘着二郎腿 悠哉悠哉地抚摸着自己的白色胡须 半眯着双眼 好像早就坐在这里 等候徐扬几人多时了 有没有搞错啊 来帝国皇宫里面摆摊算卦 别告诉我 这个老家伙 也是你们长老团的一员 徐扬都有些无奈了 心道 这所谓帝国境内的第一武道势力 为何会有这么多奇葩 听到徐扬这样有些不善的口吻 身边原本正要应和一生的南宫和玄光两个家伙 本能地闭上了嘴巴 倒是徐扬背上的红衣女子露出了一丝微笑 顺着徐扬的耳边轻轻开口 阁下真的是天底下第一聪明第一帅气的男人 这个老不死 就是我们长老团七个人之一 阁下千万不要把这个老东西 当成是什么好人 他就是我们团里面出了名的大骗子 带到谁就愿意给谁算上一挂 要是赶上他心情好的话 肯定能够给你算一个上上千 如果要是 他今天遇到什么倒霉事 给你算出来的挂像 肯定比他自己还要倒霉 面对背上的红衣女子一番吐槽 不等徐扬亲自开口回应 角落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黑黑一笑 甚至还没看清 他身体有什么动作 老道本人已经带着他手中那一根白色的浮尘 来到了徐扬几人的面前 甭管他是不是老骗子 起码眼前这个老家伙拥有的实力 毫无疑问 已经达到了武神的级别 死丫头此言诧异 我看你在这皇宫内院 还这一身红衣 今日必有血光之灾 不如凑上进来 让老夫帮你好好仔仔细细地 重新算上一挂 兴许能够帮你破了这项也说不定 老家伙还在那里大言不惭地开口 与此同时 他手中浮尘轻轻易抖 不经意间释放出一股十分强悍的 能够迷惑人心智的特殊烟雾 徐扬冷笑一声 一眼便看出了 这老家伙有些蹬不上台面的手段 脚下猛的一阵 顺势释放出一股强悍无比的武道气息 直接将那惹眼的迷雾全部送了回去 仅仅是这一个细微的动作 便让眼前这个老挂师瞪大了双眼 而后又忍不住对着眼前的徐扬 露出了笑嘻嘻的嘴脸 我说你们几个家伙还真是抱上了外人的大腿 难怪祭祀阁下要我在这里等待着你们几个人 并且提前嘱咐 我要给你们每一个人算上一挂 因为这恐怕 应该是你们人生当中最后一次算挂了 看得出来 这个老家伙 同样也被幕后的暗室里门徒控制了灵魂 只是徐扬很快发现 眼前这个先锋盗鼓的老者所拥有的实力 似乎比身后 这几个长老团当中的家伙 都要强大一些 至少他的瞳孔当中 并没有血红的颜色出现 这说明两个情况 第一 老者的灵魂世界 强度要比其他这几个掌云天宗的武神 更高一个层次 第二 这老者的灵魂世界内部的那一丝邪念 应该并不是金袍信徒那个级别的傀儡 释放的 很有可能是那个祭司亲自出手 想要帮助这个老家伙 找回原本真正的自己 难度或许要比之前更大几分 不过这对于徐扬来说 就是提升一些游戏难度而已 他顺势将背后的红银女子放了下来 很快脸上便浮现出了认真的姿态 第三章 逆天之命 你不是对自己算卦的本领 很是自豪吗 那现在就要麻烦 你帮我也好好算一算了 说到底 我已经有不知道多少万年 没有信得过所谓的天道了 就让你帮我瞧上一瞧 徐扬说着 缓缓迈开了前行的脚步 朝着眼前的老家伙凑了上来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每一次徐扬变得平静下来的时候 就意味着 他即将要爆发自己强大的修炼潜能 抹杀自己的对手 只不过这一次 老家伙仍旧是一副言笑自若的表情 即便他已经感受到了 徐扬掩藏在内心深处的强大杀意 仍旧没有立刻和他翻脸 而是抖了抖手中的浮沉 白色的线条搭在了徐扬的手腕之上 看起来像是类似整脉一样的动作 可是老家伙 根本就是在偷偷试探徐扬体内的修炼抵御 遗憾的是 他在硬实力和修炼境界方面 根本没有办法和徐扬相抗衡 正如同一个实力低微的舞者 永远也不可能 老家伙仍旧是徐扬 用来伪装迷惑对方的结果罢了 区区大成竞巅峰 竟然拥有像你这样的姿态 你小子的胆量真的是够大的呀 不过你既然主动开口 有了这方面的诉求 那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的补上一挂 看一看你的命运到底如何 老者说完 脚下轻轻一震 一道无比璀璨的青蓝色太极图腾 从他的脚下浮现出 起码在这一瞬间 老头身上那股上青之气相当的纯粹 道声一 一声二 二声三 三声万物 话音落地的一瞬间 老家伙脚下的太极图腾 开始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武道气息 这一幕看在徐扬的眼中 立刻便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 太极一脉图腾的传承之力 乃是徐扬在 几十万年前的那个大陆纪元创造出来的 除了他曾经在宗门内收的几个关门弟子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人得到过 有关太极图腾的传承全部内容 而眼前这个老家伙 所施展出的武道技能 显然就是太极图腾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眼前这个老头 很有可能是几十万年前 徐扬那几个门徒血脉的传承者 要是按辈分算起来的话 他还应该叫徐扬一声老祖宗 只是现在徐扬仅仅在脑海当中 闪出了这样的想法和念头 还没有真的来验证这个猜测 脸上渐渐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徐扬反倒对这个小老头充满了兴趣 也就不急着对对方出手 他真的想要看一看 所谓的卦象 到底能够推演出怎样的过往来 还能够给你一些打赏 如果你算出来的结果 让我不满意 或者全都是一派胡言的话 小心我直接砸了你的招牌 让你这辈子 再也没有给别人算命的能力 徐扬最温柔最平静的口吻 说出了最狠的话 当这话音刚刚落地的同时 身后那红衣女子 立刻浮现出了一副迷昧的样子 连连拍手 甚至已经忘记了 自己还是长云天中期大长老当中的一员 小老头笑而不语 开始继续推演自己的卦象 很快一直由纯粹灵魂之光 凝聚而成地挂牵出 陷在了老头的面前 只见他轻轻抬手 将这根牵上记载卷壳的内容 扫视了一遍 脸色立刻难看了几分 又重新将自己的目光 打亮在徐扬的脸上看了又看 阁下竟然是拥有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气韵的人 没成想 老夫算了一辈子的命给别人 竟然会在这种地方 遇到真正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命数 万中无一的 逆天之命 竟然出现在了你的身上 徐扬仍旧是笑而不语的样子 示意老家伙继续 倒是身后的南宫和玄光 都已经被徐扬此时的姿态下的几倍声寒 李儿 你赶快去让这个老家伙闭嘴吧 他再这样继续胡说八道的话 我真的担心徐扬阁下 某一个瞬间突然暴露 直接一掌将他给拍死 那样 咱们长老团七个人 就会变成六个人了 南宫原本在长老团当中 扮演的就是和世佬的角色 他也是最珍惜七个人之间友情的存在 的确是发自内心的 在为这个老神棍赶刀 老者倒也没有说出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但总体上来说 他给徐扬算出的这一挂 倒也还大体上符合徐扬 曾经游走过的轨迹 少年修为如此高深 如果你能速速离开这皇宫内 将来必定能够走上人之极尽的道路 但是如果你继续留在这皇宫内 马上就会有一场真正的劫难 降临在你的身上 即便是我也没有能力帮助你化解这样的危局 徐扬哈哈大笑了起来 而后轻轻一挥手 像是在打发叫花子一般 在这个老头面前丢出了二两岁银子 总归不能让你白给我算这一挂 你这个小老头还挺有意思 不过 你刚才这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 如果你现在放弃这个摊位 哪来的回哪去 属于你的恶难也将就此消失 怎么样 老家伙好好考虑一下吧 这将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命运结局 老者不以为然地笑着摇了摇头 你我都是聪明人 既然我的建议没有被你采纳 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接受你即将走向陨落的命运吧 老者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整个人身上的气息和之前大不一样了 那是充满暴虐和杀戮的感觉 突然间从他周身四肢百骸当中浮现了出来 之所以有如此明显的变化 是因为他在暴怒的时候 身上所有的修炼底蕴 已经滋生出了一种凶利的本能 在这种本能的牵引和推动之下 老头在没有了之前先锋道骨 一派清明的样子 反而像是一个道貌黯然的邪道 更加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老头的另一只手当中 不知何时竟然多出了一把血红色的剑芒 悄无声息地锁定了徐扬的本体 朝着他的面前狠狠刺了出来 第2014章 任祖归宗 伴随着这无比伶俐的一剑飞出 老者脚下的太极图腾 也开始被那血红的颜色浸润 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在说明一个问题 老家伙也和之前几个人一样 彻彻底底地被躲在黑暗当中的门徒势力给控制了 这把剑便是承载你命运结局的审判 不管你有多么强悍的力量 都没有办法将这把剑折断 除非你选择听听我的安排 你将会避免今天的死局 徐扬冷笑一声 竟然没有任何的动作 就这样面色平静地站在原地 等到那把血红的剑芒 冲向自己面前的同一瞬间 徐扬直接右手探出了两根手指 无比精准地夹住了这把血红色的剑锋 什么 这家伙竟然如此自信 我能够感受得到 他实力很强大 可是终究也不至于达到这样的程度 才对 难不成之前 我对他实力的判断有所偏差 老家伙这才发现 所谓大成巅峰的境界 根本就是徐扬故意弄出来的假象 徐扬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了 就这样一脸神气地盯着眼前的老者 如何 我就是在等待着这个机会 亲手粉碎了你引以为傲的挂像 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这世间的一切都不是你区区一个肉体繁胎 能够预测得了的 就算是可以看到诸天万道的秘密的人 也永远没有资格审判其他任何人的命运 你现在的做法 根本就是在逆天性 是要经历一场劫难的制裁 才能够帮助你许多曾经的罪恶 徐扬说完 双手之间轻轻一震 这个已经被他夹在手指当中的血色剑芒 瞬间崩碎 伴随着这道剑芒支离破碎的结局 所有源自这个老家伙说出来的一切审判的内容 完全消失了 同样徐扬也算是用这样的做法 砸了老头的饭碗 今后的他 恐怕再没有任何资格出去 坑蒙拐骗了 老者 被徐扬这样的做法 彻底颠覆了自己的信仰 整个人彻底暴怒了起来 手中的浮沉 疯狂地摇动着一道巨大的太极图腾 开始朝着徐扬本体狠狠压下 让你见识一下我真正的手段吧 老者现在真的是对徐扬起了杀心 这道太极图腾所拥有的力量 足可以让武神出街以下 所有实力的武者 彻底粉碎自己的肉身 然而老家伙却是万万没想到 接下来 徐扬的做法 让现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 他竟然几乎完美无缺地仿造出了同样的手法 同样也是一道更加璀璨的太极图腾 从徐扬的背后被完美复制了出来 两道太极图腾的力量 在虚空当中对撞在了一起 其结局竟然是那个先打出这一招的老者的太极图腾 瞬间崩碎 不管是从强度 还是从道法的严谨程度来比拼 老头算是输得一败涂地 而他就算到现在 也根本没弄清楚 自己究竟是在哪一方面输给了徐扬 不可能 你是凭借怎样的手段 来复制我的功法力量的 我的这一脉 太极之道传承 乃是我祖上传承了无数年的秘密修炼法门 为何你也能够精通这一脉功法 徐扬笑了起来 实不相瞒 要是没搞错的话 我应该就是 你祖上第一代老祖宗的师父 太极之道 功法传承 就是由我徐扬创造出来的 而我本人 也是从几十万年前的那个大陆纪元 来到这个年代 这是徐扬第一次在几十万年之后 鼓舞神道的区域 说出这个自己最为重大的秘密之一 让身边的每一个人 全都经得目瞪口呆 这怎么可能 世上绝对不会有人 能够划破几十万年的时空长河 穿越到现在这个年代 徐扬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对着眼前 已经被颠覆了三观的老家伙开口 你没有见过的 并不代表就不存在 只能说 你的实力还不够强大 还没有达到能够触碰到那种高度的层次 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更高层次的视野 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也没想 让你对我认祖归宗 反正你只需要记得一件事 在我的面前 你永远没有狂妄的资本 徐扬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轻轻挥了挥手 眼前这个老家伙身上所有的武道气息 瞬间崩碎了 他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 当徐扬的本体 再次出现在老道士的面前 他甚至连手中的浮沉都抓不住了 双腿一软就这样扑通一下 跪在了徐扬的面前 难不成 你真的是来自几十万年前 我们太极一脉传承的老祖宗 徐扬也没想到 这个老道士会如此虔诚 看到他这一副样子 需要倾听他的口气 于是乎 便当着所有人的面 现场演化了一次完整的 太极图腾全部的功法内容 看见徐扬背后 太极图腾闪要出的光芒 何等强盛 远远不是他这个 后生晚辈能够相比的 老道 彻底被徐扬这一波操作 弄得福气了 老祖宗在上 受后学一拜 看到长老团七大长老当中 辈分最高 年纪最大的老道士 此刻 跪在徐扬的面前 疯狂磕头高喊 祖宗 南宫玄光 以及红衣女子 他们几个三观彻底崩溃了 不过很快 大家也都渐渐适应了这样的局面 不管怎么说 徐扬看起来 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样子 而他的思想 他的能力各方面的属性 都没有 将他定性为一个 来自几十万年前的老妖怪的样子 特别是对于那个 纯粹严控的红衣女子来说 就算徐扬已经有几十万岁的年纪 可是在他的眼里 徐扬仍旧是一个 风华正茂的小正太 阿扬小哥哥 不管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姐姐永远都会支持你 永远要做你的第一号粉丝 红衣女子 话音尼洛 身边众人纷纷擦了擦额头边上的汗水 这一次 就算是徐扬 也有些把持不住了 勉强倒吸一口凉气 让自己 尽可能保持平静的样子 而后徐扬又将注意力 落在了眼前这个老道士的身上 有一件事 我没搞清楚 你到底有没有 被暗示李门徒的精神力所控制 老道 听到徐扬这样的问题 立刻站起身来 一脸谄媚的堆笑开口 这个问题说起来 还要感谢老祖宗 公参造化 创造出了这伟大的太极之道 我们家祖上因为 得到的太极之道 功法并不完整 所以后世当中 有几代精彩学院的先祖人 才 将这太极之道的一部分 转化为精神层面的修炼果实 所以才让我们觉醒了 能够预测凡人命运的本能 长时间下来 我们这一脉的修士 所拥有的精神力强度 远远要比普通的武神级强者 要强大许多 之前 我在被那个家伙抓住的时候 偷偷地在灵魂世界当中 封印了一道 太极图腾的力量 控制我的 是两个 披着金色道袍的家伙 他们两个合力 在我的灵魂世界当中 种植了一种邪念 我假装被他们控制 才被他们安排到了这里 等待你们的到来 如今见到了老祖宗 和这些我宗门的朋友们 自然也就没必要装下去了 第2015章 慈雄双煞 蓝铃 听了老道士的话 赶紧凑上来 嘻嘻笑着嘲讽这老头 好你这个老顽童 没想到在宗门里的时候 你就从上到下 整个长云天宗 应该没有人躲得过 你这挂像的忽悠 到头来 如今在这帝都当中 居然把我们的敌人 也给忽悠了一次 真有你的呀 老道黑黑 笑着来到蓝铃的面前 平日在山上 这老家伙 虽然玩事不恭 满嘴跑火车 但是不得不说 他对长云天宗 这个小公主蓝铃 还是很宠爱的 每次下山算完 挂回到山上的时候 都会给这个丫头 带点好吃的 如今也是宠溺的 摸了摸蓝铃的后脑勺 开口道 还是你这个小娃娃 说话中听 比那几个欠扁的家伙好多了 原本我是打算 继续装疯卖傻 好好的收拾收拾 那两个家伙 没成想 徐扬老祖宗亲自驾龄 我也就没必要再演下去了 否则的话 惹怒了他本尊 真的有生命危险 老道士这话说的 倒是很走心 要不是因为忌惮徐扬的实力 并且过于震惊对方的身份 恐怕老道士玩世不恭的性格 应该还会继续折腾 众人一番 毕竟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红衣女子 以及南宫玄光 纷纷凑了上来 这红衣女郎 摆弄着自己的秀法 浅笑奄然地 对老道士开口道 你这个老不死 真的是运气好 非但没有被那些家伙 控制了灵魂 反倒白捡了一个祖宗 姑娘 我也是很羡慕你呢 人家都是老来得子 姑娘就是在故意嘲讽老道士 老家 火道也不生气 如今他心里面全都是 找到了组织那种喜悦感 狠狠地白了红衣女子一眼 而后 老道士规规矩矩地 来到了徐扬老祖宗的面前 毕恭毕敬地道 徐扬老祖 没等他继续说下去 徐扬赶紧伸出手来 阻止了他的话 你根本不用这么客气 就叫我徐扬就好 虽然追溯起你我之间的渊源 按照辈分来说 我的确是你的老祖宗啊 可是如今 我们在同一个世间纪元下 完全可以当朋友来相处 你也不必要有任何心理上的压力 果然 听到徐扬这么一说 老道士这才常常舒了一口气 嘿嘿笑了笑 那我就叫你徐扬阁下吧 和他们一样 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 还有我们长云天宗其他三个长老 还被他们掌控 必须要抓紧时间 进入到皇宫内部了 我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 大家跟我来 听到老道士这么一说 徐扬等人立刻打起了精神 在老家伙的带领之下 很快接连穿过了时机处 皇宫幽静 总算进入到一片相对开阔的 皇宫后花园前方的位置 这个地方看起来十分的平坦开阔 几乎没有任何的遮掩 也是一处巨大的那幅花园 就当众人刚刚进入到这片花园的时候 一道雌雄莫变的笑声 突然在空气当中迅速弥漫开 强大如徐扬这样的精神力修为 也没有办法辨认出 这声音的声源 究竟来自哪个方向 只是徐扬很清楚 这声音当中夹杂着的魅惑效果 却是相当的可怕 五神级以下任何等级的舞者 在听到这种声音之后 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陷入迷惘状态 果不其然 声浪刚刚响起的一刹那 身边这些长云天宗的强者们 几乎对这种手段都见怪不怪了 第一时间封住了自己的舞感 才算是勉强躲过了这种声音的影响 徐扬虽然没有任何的防备 但是他的精神力强度 也不是对方能够撼动的 不需要任何遮蔽物的手段 一样可以免遭影响 从身边这些长云天宗的长老们的动作 就可以辨认出这道声音的源头 始作勇者 应该就是剩下的三个长老之一 这般 想着徐扬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对着头顶上方的暗夜星空 释放出一股十分强大的精神力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 阁下速速献身便是 终归是要打一场的 没必要浪费双方的时间 果然徐扬这样一说 隐藏在黑暗星空当中的那道身影 迅速出现 只是徐扬并没有想到 这声音听起来就有些雌雄莫变 对方的轮廓 刚刚双脚落地的一刹那 徐扬根本看不出 这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 如果说他是男人 那么他这一身装束纤细的身材 却完全就是女人的样子 可若说他是个女人 声线当中夹杂着的那一丝粗犷的语调 却还没有办法将他归在这一个类别 阁下这个家伙 便是我们长云天宗的七大长老之一 雌雄双煞 徐扬本能地竖起了眉头 反问向身边的老道士 难不成这是两个人共用一具肉身 老道士赶忙笑着摇了摇头 所谓的雌雄双煞 意思是 他既是个男人又是个女人 你可以将这当成是这家伙独有的一种癖好 单纯的一种性别 他没有办法适应 所以从他小时候 并用这两种性别切换的样子是人 并且 他所拥有的修为也是相当强大的 以这样特殊的肉身形态进入到了武神的境界 放眼整个古武神道 各大帝国所有的武者他 应该也是独一份的 徐扬摸了摸下巴 做出思考的样子 而后开口道 要是我的判断 没错的话 他这样雌雄同体的修炼方法 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 可以做到绝对的境遇 另一方面 他可以将女人天生具有的强大的魅惑能力 和自己霸道的男性功法完美结合 这样 就可以发挥出两种性别共有的优势 不光是老道士 身后红衣女子 他们几个武神级的强者 听到徐扬这样一说之后 全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我的 天哪 在阁下的身边 真的是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刷新 我对顶级强者的认知极限 为何他只是扫了那家伙一眼 就能够将对方所拥有的功法天赋特点 看得更清清楚楚 我真的怀疑徐扬阁下的脑子当中 是不是封印着无数个人的记忆 其他武神们也都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们很清楚 自己恐怕这辈子不管再怎么努力 也绝对不可能达到徐扬这种实力程度了 第2016章 万道流星剑 因为双方之间的差距 远远不是自身修为强弱 就单一的方面 能够体现出来的徐扬所拥有的智慧 恐怕才是他最大的底牌 哎哟 这个年轻小哥似乎对我们这一脉的功法很有研究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倒可以成全你变成和我一样的肉身形态 只需要在你下面那个位置 轻轻来上这么一刀 我就可以帮助你 梦想成真了 呵呵呵 说着眼前这个雌雄莫变的家伙 突然间消失在了原地 那身法速度之快 便是徐扬也忍不住立刻变得全身贯注 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下一个瞬间 徐扬只赶到自己身外五米的位置 凭空出现一丝冰冷的缝隙 实际上正是这一股气息的凭空降临 帮助徐扬辨别出了对方完全消失的身体轮廓所在的真正位置 徐扬嘴角轻轻扬起一丝弧度 同时 右手手掌顺势轰出一股强大的武道精华 被他拍在了虚空之上 看样子是一掌打在了半空中 可实际上对应的那个位置 就是眼前 这个雌雄莫变的五神级强者藏身的真正地方 果不其然 当徐扬这一掌力量拍出去之后 对方立刻发出了一声闷吼 而后他的肉身轮廓便无处藏身 再一次幻化在了另一个位置 你这小子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我竟然没有听说过你的名号 能够凭借肉眼就识别我的方位 这样的能力 恐怕已经超越了五神级的极限 徐扬冷笑了一声说道 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么的强大 这个世界比你想象中要大得多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八个字 就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徐扬说完 竟是模仿对方同样的身法速度行动了起来 相比之下 徐扬的身法速度更要狂暴得多 因为他在速度方面 几乎能够和对方不相上下 但是每一次移动 徐扬的肉身轮廓并没有彻底消失 也就是说 他能够做到这样的速度 纯粹是凭借自己肉身属性的强大来实现的 而眼前这个雌雄同体的五神长老 完全是用一种虚空法则的演化形态 来实现这样肉身完全消失的物体 虽然双方看起来 都是凭空消失在虚空战场一回事 可实际上操作起来 徐扬这样的身法形式难度要比对方大得多 虚空法则固然是天地间最为重要的主法则之一 但是虚空法则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大凡修为小有所成的人 很容易就可以触碰到虚空法则的一些边缘 演化出一些强化自身身法速度的招式手段 但是像徐扬这样精通最完整的虚空法则 并且有能力将局部的虚空法则进行改变的程度 那就绝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做到的了 突然徐扬找准机会双手核实 一股十分强大的金色光芒迅速在他的身上绽放而出 光明法则发挥出了其独有的一种空间锁定的作用 将隐藏在黑暗当中的这个雌雄铜体的武神本体 通过影子的方式投射了出来 这下这个雌雄铜体的武神再也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本体 我倒想看一看 现在你还能够凭借怎样的手段来迷惑我 徐扬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了 与此同时他掌心一挥 将灵虚主神器直接凭空打了出去 灵虚主神器这一次以完整的剑之轮廓向对方展开了进攻 恐怖的剑芒威力几乎是在请客之间凝聚完成的这样凝聚力量的速度 以及对武刀力量极致的掌控力 彻底惊呆了眼前这个武神级的强者 岂有此脸 你竟然拥有这样恐怖的对立力量的掌控天赋 这样的实力算得上是我平生警戒了 想不到我们长云天宗竟然还能够找到你这样一条大腿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呢 不过接下来你将要见证我雌雄真正的实力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对方眼神中那两道森冷而青红的光芒瞬间幻化了出来 而后他的本体竟然真的在虚空之上一分为二 只不过徐扬很清楚 所谓的两具身体实际上都是他用功法来实现出的两道幻体而已 一边是男子的幻体 一边是女子的幻体形态 如果是对抗武神级以下实力的武者 雌雄根本不需要使用这样双体分离的战斗模式 只是因为徐扬的力量太过强大 为了尽可能分化来自徐扬这恐怖的剑芒威力 他必须要将自己的承受压力的目标一分为二 这样就不至于被徐扬一剑直接劈碎了灵魂本源 可是他这样做却万万没想到 徐扬刚好有可以压制他的手段 只见徐扬一步踏空而上本体 再一次悬浮在了虚空中 同时将灵虚主神器召唤回来 取而代之的则是那强大的残琴主神器被幻化而出 很抱歉 我刚好有两把剑 也是死雄同体 和你现在的状态简直如出一辙 既然你使用了这样的功法手段 那我便用我的这两把剑来招呼你吧 应该可以给你带来一次最难忘的战场 经历 徐扬可不想和对方客气什么 掌心一挥 背后已经幻化为雌雄双体状态的残琴主神器 同时飞了出去 一红一蓝两种颜色 两把剑发挥出了各自极为强大的主神器天赋 一个开始对对方的肉身进行疯狂的吞噬 而另一个则在打击着对方的灵魂本源 果不其然 雌雄这家伙虽然也对抗过不少顶尖高手 但是像徐扬这种级别的人间之强 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到 更重要的是 徐扬此刻驾驭的这残琴主神器 两把剑所拥有的强大威力 几乎也已经达到了 对方能够承受的外部力量攻击的极限等级 稍有不慎 两把剑自行散发出来的恐怖剑气 就可以给对方带来难以想象的致命伤害 万导流星剑 徐扬突然当空怒吼一声 这是他第一次用残琴主神器 雌雄双剑同时在场的形式下 施展这一招剑道功法 仅仅一瞬间的功夫 虚空中成千上万道剑芒 幻化了出来 如同千万颗流星一样 在徐扬的精神力引导之下 不断冲击雌雄的两道分身 虽然看起来这功法力量太过可怕 但实际上 徐扬根本只发挥了自己三成的实力 并没有想要直接将这长云天宗七大长老之一 当场抹杀他 仍旧是在寻找对方灵魂世界出现的破绽 第2017章 狂图 只是这家伙 由于此刻已经分化为两种分身的形态 徐扬想要入侵到他的灵魂世界 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 先将他两道换体的形态 打成一个完整的主体 这样再想要入侵他的灵魂世界 就完全可以变成现实 面对着一道又一道 打在自己分身表面的剑芒 不断爆炸 慈雄真的是有点吃不消了 他必须要承认自己 低估了眼前这个叫徐扬的家伙拥有的实力 但是他恐怕永远也不清楚 这仅仅只是徐扬视力三成左右的状态 而在这如流星一般的剑芒不断发挥威力的同时 徐扬也并没有轻松下来 而是悄无声息地释放出一道灵魂幻体 找机会不断地靠近这家伙的两道分身 同时 徐扬本体也在用灵魂传音的形式 给对方施加压力 你不要以为用这样预存的方式 就可以抵抗我的剑芒攻击 如果你还想要和我一决胜负的话 最好拿出你本体的状态 否则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徐扬这话倒是实话 但是他说出这番话的动机 实际上就是在给对方创造出一个陷阱 无奈的是 雌雄 怎么可能在战斗谋略方面和徐扬相比呢 他果断就中招了 两道分身 因为不堪重负 果断重新合为一体 可以就在这一瞬间 分身合并为本体的同时 是需要有一个灵魂过渡的时间的 徐扬利用幻体的作用 精准捕捉到了那一瞬间 灵魂真空气降临的时刻 就是现在 徐扬毛海当中 这四个字脱口出的同时 他的瞳孔内 立刻击射出两道无比通透的灵魂之光 当这光芒精准 摄入到雌雄灵魂 世界内部的时候 徐扬终于完成了 对他灵魂世界大门的推动 很快便在他的脑海当中 找到了那一丝无比躁动的邪念 只不过这一次 停留在雌雄脑海当中的这一缕邪念 远远要比之前几个人脑海当中的邪念 要强大一些 想来 应该是入侵的灵魂世界的门徒 担心他会在由本体切换为分身的状况下 挣脱了这种邪念 不过这样的手段 对于徐扬来说 早已经见怪不怪 强度高一点 低一点 没有任何的区别 全都是一次出手的回合 我说你们这些躲在黑暗当中的 蛀虫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还要玩多久 我们都已经来到了 皇宫内部 有什么手段 何不一次性全都施展出来呢 就这样一点点的拖延时间 真的是太没有意思了 徐扬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那一丝邪念 很快便传出了另一股精神力波动 不着急 我们有的是时间 徐扬阁下修为惊天动地 又岂能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著称 能够挡得住的呢 不过 我只想告诉你 这一次无论如何 两大帝国之间的纷争 也没有办法避免了 因为你就算实力在强大 终究也只是一个人在战斗 而如今 你所要对抗的我们这些 所谓蛀虫效忠的主宰 已经在鼓舞神道这片大陆 谋划了十几万年 所以主宰的计划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 你就这样折腾 来折腾去 最终也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的下场 并不是一个聪明人 应该做的举动 徐扬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想做的事情 从来就没有失败过 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将你们所谓 高高在上的主宰 踩在脚下 说完徐扬的灵魂本源 再一次出手 仅仅是一个回合的进攻 这一道邪念 便被徐扬的力量彻底化解 当徐扬的灵魂 再次回归到本体之后 眼前的雌雄 也从之前瞳孔当中 星红的状态 恢复了过来 伴随着他视野 重新变得清亮 脑海当中 一切邪念 带给他的强行命令 全部消失 他也又恢复到了 自我意识清醒的状态当中 你这个家伙 总算是醒过来了 老道士等人立刻上前 自己雌雄这个家伙 传输了一部分记忆 总算是 帮助他把缺损的 那一部分记忆拼接了起来 雌雄也是一脸的惭愧 在和身边 这些伙伴们打过招呼之后 赶紧来到了徐扬的面前 双手抱拳 毕恭毕敬地给 徐扬施了一礼 眼看着 就要一条腿 跪在地上 赶紧被徐扬搀扶了起来 你已经恢复了清醒 其他的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们不欠我什么 说到底 要不是我之前 将兰林儿这个丫头 强行掳走 恐怕你们长云天宗的长老团 也不至于被吸引到帝都 来趟这趟浑水 将你们营救出来 也是我徐扬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赶快救出剩下的 两位长老 以及我的那些伙伴们 才是重中之重 兄弟们都在 太好了 快来跟我玩一局 突然间一个标形大汉 从黑暗的尽头道路当中 冲了出来 这家伙头顶 竟然是一颗人头大小的头子 就他这副造型 立刻便吸引到了 徐扬的格外关注 狂徒 你这小子 难道没有被那些家伙控制吗 刚刚恢复清醒的这家伙 回过头来 看向这个大笑着 奔向众人的家伙 开口询问 对方仍旧是咧着大嘴 笑着 看起来情绪很高涨的样子 你以为老子和你那么废物 就算他 能够控制住我的灵魂 又能如何 我足足拥有六道灵魂 现在也只是我 其中一个灵魂被控制而已 只要我 进入到狂徒状态 没有头到一点 我就不会被他们 彻底控制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小子是谁 为什么会跟你们在一起 狂徒很快便停在了 徐扬的面前 看一下徐扬的眼神当中 充满了恶意 徐扬也是一脸猛逼 但是并没有第一时间 对这个家伙出手 倒是蓝铃那个丫头 立刻给徐扬的灵魂世界 注入了一道精神力 将狂徒的情况 和徐扬大致说了一下 原来这个 狂徒是七长老团当中 最后一个 加入长老团的 五神级强者 也是刚刚进入到 五神级别没多久 这家伙全部的实力 都和他头顶 那个巨大的头子 紧密相连 头子就是他的贴身 法宝 也是他活着唯一的意义 这家伙每一次战斗 都会在单一回合 进行一次点数的投掷 每一个点数 对应一种灵魂形态 不同的灵魂形态下 这家伙所拥有的 战斗属性 也截然不同 对应的功法 也有很大的差异 不过这家伙性格方面 相当的古怪 因为年少的时候 曾经被自己 最信任的兄弟出卖过 因此 这家伙对陌生人 都充满着很大的敌意 只有得到他的信任 用实力征服过他的对手 才能够获得他的尊重 第2018章 肉搏 在得到了蓝铃儿 这一道灵魂烙印的提醒之后 徐扬无奈地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这么说来 终究还是要通过战斗 才能够结束这一场纷争了 原本徐扬 还以为这一战 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个回合 现在看来 根本没有这样的好事 南宫那个家伙 作为七长老团当中的合适老 原本他站了出来 想要和这个狂徒解释一番 帮助徐扬老大 节省一些麻烦 毕竟南宫是徐扬 第一个就出来的 长云天宗七长老之一 这一路上 徐扬为了长云天宗这些人 付出了多少辛苦 南宫也是看在眼里 可惜这个狂徒发起狂懒 任何人的面子 都不给他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原则 必须要按照他的规则来 才能够将他彻底征服 不过徐扬很清楚 像他这种性格执拗一根筋的人 只要能够在他制定的规则范围内 将他征服一次 那么他将穷其一生 也不会背叛自己 远远要比那种两面三刀 出尔反尔的阴险小人好得多 你们都不要说了 这家伙虽然已经得到了你们的信任 但是在我狂徒的眼中 恐怕还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角色 这个人拥有的实力 远远要比七长老当中的任何一人都要强大 甚至于 就算我们这些人加起来 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 如此危险的家伙 你们居然还这样毫无保留地信任他 反正我狂徒这一关你如果想过 就必须要拿出你的实力 来向我证明你的价值 徐扬轻轻摇了摇头 也不多废话 直接对着眼前的狂徒 做出一个勾动手指的动作 要知道这样的动作 对于武神级别的强者来说就是最大的挑衅 狂徒这家伙从来都不会惯着任何人 看到徐扬做出这样的姿态之后 立刻发出一声怒吼 他头顶上方这一个不断盘旋的巨大 头子法宝开始疯狂地转动了起来 在一次停止的时候 头子上面的点数停在了四点的位置 同在这一刻 头子的轮廓消失在了狂徒的头顶 而后他的身体开始发生极为明显的变化 骨骼迅速增长 原本两米左右的身高体壮的形态 一下子膨胀为五米左右的巨人样子 头子四点下对应的形态便是巨人形态 在这种形态之下 狂徒的身法速度将会被降至最低的程度 但是他的攻击防御两端的属性增长 却是相当恐怖的 现在狂徒的样子 完全可以和一个五神后七左右实力的强者正面对抗 而丝毫不拉下风 徐扬露出了一丝冷笑 居然再一次重复着勾动手指的动作 这一次算是彻底激怒了完成巨人形态变化后的狂徒 这家伙迈动粗壮的大腿 每一次脚步落的 都能够带给地面剧烈的震撼感 小子 今天我就让你明白 激怒了四点状态下的我 是怎样一种绝望的体验 眼看着这个巨人的轮廓不断靠近 像徐扬身后红衣女子以及蓝铃 这两个迷媚丫头立刻开口 徐扬大哥赶快离开那里 这家伙的巨人形态相当恐怖 真要是被他踩一脚的话 恐怕你会粉身碎骨的 徐扬非但没有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赶紧离开 反而面色平静地转过头来 对视像红衣女子和蓝铃 你们两个丫头能不能淡定一点 如果我连这个大块头都摆平不了的话 你们觉得我还能够帮助你们战胜祭祀吗 说完这句话的同时 这个再一次被轻视的巨人形态下的狂徒 无形地抬起了一只巨大的脚掌 朝着徐扬的位置狠狠地踩了下来 然而徐扬给他的回应 却是让所有人陷入了疯狂 仅仅只是抬起了一条右臂 单只手掌挡住了这个家伙巨大脚掌的踩踏动作 两人的身体再一次触碰到一起的一瞬间 释放出来的恐怖爆炸气息 将周围的一切完全囊括其中 这开阔的花园区域 所有的花草树木瞬间被镇成了粉碎 要不是身后这几个观望者 全都是武神级强者 光是这一股气息扩散性周围产生的摧毁力量 就能够将他们几个人全部崩飞出去 然而就是这样的力道压在徐扬的身上 居然对他毫发无损 反倒是巨人形态下的狂徒 感觉自己抬起来的 整个一条粗大的右腿瞬间麻木 岂有此脸 这家伙的力量真的是太恐怖了 呵呵 怎么样 你是不是觉得这条腿已经失去知觉了呢 不过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我要让你明白 一个道理 块头大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徐扬突然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 直接飞到了这巨人形态下的狂徒的肩膀之上 而后当真是有蹬鼻子上脸的架势 踩着狂徒的脖子的位置 直接飞到了他的头顶 让你感受一下 刚才你用来对付我的把戏 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得住我的力量 徐扬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他已经将全部的力量 灌注在自己的这条右腿之上 而被他踩在肩膀上的狂徒 起先根本没有料到 徐扬既然能够爆发出 这种级别的力量爆发属性 那种纯粹的恐怖的力量 灌进身体的时候 他根本难以承受这样的痛苦和压力 双腿立刻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让这皇宫地表的巨石轰然崩碎 眼看着狂徒 巨大的身体 不断被徐扬愈发变得沉重的脚力 直接压在了的底深处 很快他四米高的巨大身躯 被徐扬踩的 只剩下一个头颅 还在地面上 巨大的身体 都已经被踩在了地底深处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 狂徒巨人形态下 如此狼狈的样子 徐扬老大真的是太强了 在一旁观战的南宫 似乎也忍不住立刻 加入到了那两个姑娘 临时组成的粉丝阵营当中 开始为徐扬加油打气 并且时不时地开口 嘲讽狂徒那家伙一波 不过这野的雀怨不得难攻 谁让徐扬的表现太过惊人 这样的场面 换做是其他任何人 都会被惊掉下巴的 因为两个人的肉身形态差距 本就十分明显 可是结局 却是完全反转了过来之前 所有人都认为 徐扬会被这家伙 一脚踩进地底下 没成想 最终被踩进泥土当中的 竟然会是狂徒 第2019章 一击定胜负 巨大的身体 在感受到自己 如此狼狈的形态之后 狂徒立刻发出一声怒吼 同时再一次利用自己的精神力 召唤出了那一颗 消失在自己体内的巨大头子 并且进行了第二波投掷动作 这一次点数停留在了二点 狂徒脸上立刻 浮现出了满意的微笑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再次出现的时候 原本四米高度的巨人形态 竟然变成了一米左右的矮人形态 而他获得的 对应灵魂状态下的身体属性 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速度属性被提升到了极限 就如同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冷酷杀手 但是同样爆发力惊人的他 也在防御属性方面 得到了毁灭性的削弱 以他现在的状态 只要硬生生吃上徐阳一击重拳 估计就会被打得粉身碎骨 小子 刚才是我大意了 小瞧了你的实力 你好像威风得很 我倒想要看一看 接下来你我之间的这个回合 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 狂徒说完 身法速度膨胀到了极限状态 他并不急着立刻 对徐阳的本体发动进攻 而是先将他的移动轨迹 完成了封锁 并且在他的身体周围 不断地旋转打转 在虚空中 刻画出了一道淡黄色的光环 这道光环技能封锁 徐阳的移动轨迹 同时还能够对他的身体属性 造成削弱的效果 徐阳明白 对方到底想要施展怎样的套路 嘴角微微扬起一丝完美的弧度 同时 一招守株待兔的鸡毛 也在徐阳的脑海当中孕育而生 既然你这么想要 主动向我发起攻击 那我索性也就不再动作 就站在原地等你好了 徐阳心里面这般想着 而他也的确是在用这样的做法 当他强大的精神力捕捉到 对方已经向自己发动进攻 一瞬间到来的时候 徐阳脚下猛的一阵 一道又一道紫色光芒的雷点 在他的身体三米之外的位置 迅速降临 以一个雷电光环的圆形光球 将他身外三米之内的一切区域 全部覆盖 这就意味着 那个已经变得一米大小的矮人形态 不管从自己身边的任何一个方向 发动偷袭 都没有办法躲过这一道雷电力量的攻击 哇 一声痛苦的惨叫传出 紧接着便是身边观望团队长云天宗 这些武神级强者们 哄堂大笑的声音 大家似乎早就已经预判到 肯定又是这样的结果 因为狂徒在硬实力方面 虽然有着很大的随机性与多面性 但是比拼纯粹的实力等级 他和徐阳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没有办法用这种旁门左道的方式 弥补这样的差距 实际上其他这些武神级的强者 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就算徐阳没有用这样对应的功法惩戒对方 而是让狂徒直接一招打在徐阳的本体之上 也根本不可能对他的本体造成任何的伤害 紧接着狂徒呲牙咧嘴 灰溜溜地从那道光环范围内撤了出来 但看样子 他似乎还没有放弃 只不过这一次 他开始提前释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奥义功法 你恐怕不清楚 虽然我这一枚头子法宝 每一个回合都要重置一次 但是我的功法奥义可以免除这个回合 说完这家伙 这一次并没有看清最终的点数 而是在头子旋转的过程当中 直接将他活生生吞进了肚子里 这个举动出现之后 狂徒开始陷入了真正的狂暴姿态 眼神当中 那一丝星红因为对应一点数的作用 和其他五种点数的五种效果融为一体 也全都被彻底激发了出来 不好 狂徒这家伙真的是动真格的了 居然施展出了自己的奥义 六种形态下 他所拥有的力量合而为一 现在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真正武神后期的境界 南宫的声音脱口而出 虽然他不担心徐阳会输 但是这种状态下的狂徒 就意味着是不死不休的战局 双方一定要分出一个惨烈的胜负 才能够结束这一战 而这样的对抗毫无疑问 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内斗消耗 真正的对手 应该是那些躲在黑暗当中的门徒势力 在这个地方窝里横 根本没有什么必要 其他这些人都清楚的道理 徐阳怎么可能不明白 但是他也同样也很清楚 狂徒这种性格 要是不将他彻底打服的话 留在队伍当中肯定是一颗毒瘤 只有将他彻底征服 才能够将他所拥有的实力 转化为团队共同的力量 我们不要再浪费更多的时间了 就在这一个回合分出胜负吧 但你必须要答应我 要是我获得了胜利 你就要彻底服从我的一切命令 听到徐阳精神力释放出来的传音之后 狂徒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答应了下来 别做梦了 你不可能赢得了这种状态的我 因为我的每一次出手 圣与父都是交给命运来裁决 听到他这么一说 徐阳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所谓的命运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没有任何的意义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徐阳背后突然间 幻化出一只纯粹能量凝聚而成的 虚空大手印 还没等狂暴状态下的狂徒反应过来 这只巨大的手印当空拍下 硬生生将他满状态的身体 按在了地面上一动不动 看着趴在地上疯狂地挣扎去 毫无意义的狂徒 其他这些五神级的伙伴们 也都笑不出来了 因为徐阳这一招攻法力量 实在是太过惊人 别说是狂徒 就算是他们各自上场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在 徐阳这一招的面前取得胜利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 徐阳这一只大手印 仅仅发挥出了 遏制对方航动力的封印效果 紧接着徐阳抬起另一只手掌 竟然是直接将这个狂徒 把玩在自己的手掌当中 徐阳似乎对他很有兴趣 并且也想要尝试开发出 一种类似的攻法手段 我很喜欢你这种将对方的 生死交给命运的玩法 这样吧 作为我这一战获胜的胜利品 你将这一颗头子 借给我一段时间 相信你应该不会反对吧 面对徐阳这样的要求 狂徒哪里还有反驳的机会 无奈之下 终于停止了挣扎 就这样一脸绝望地趴在了地上 轻轻点了点头 看到他这副乖巧的样子 徐阳再一次露出了一丝微笑 同时也将手中的这一枚头子法宝 丢进了体内地黄顶当中